走进市场和水果摊商握手寒暄聊干嘛 就像家人一样没有距离 本身是七多吉娜的五号五档级基隆市长候选人黄熙贤 出身基层问奖之家 没有所谓的大咖力挺 只以市民为心 市民才是最大咖 请走基层争取支持 回到成长的家乡七堵败票 在市场里遇到摆摊卖东西 小时候的邻居阿姨们 更是对他一路以来的努力 称赞不宜 你感觉阿贤 他做孩子的时候 做人是什么 我现在告诉你 他小时候他老母听我们的 他老母没追过 正经的 我是不是请你们两个 所以他应该很了解 我们这个不得市场不命的人的辛苦 对不对 你好 黄熙贤也特地到七堵区中心 信仰中心 在竹尾 也是常兴里长候选人 柯金彪陪同下 持相参拜 尊天尽神 两个人有志一同 祈求七堂妈保佑平安胜选 建设七堵 行事 在出外 各方面都很平安顺序 不是在座妈祖的保庇 这是一种动念 大家的互相影响 所以地平就越来越好 我们的市民就越来越平安 所以我认为说 这个妈祖的文化也好 其他公庙的文化 我们要尽量推广 尤其我刚强调 这些公庙事实上都是在做慈善 做的不会比我们市政府还少 我们希望在这边能够设立有转运站 那未来就是说 在观光方面 创生方面 辅助这个农业的发展 基督由农会所在 也就是说 这边的其实 务农的蛮多的 然后还有这个农业 这个修行观光的这个山庄 各方面 所以如果把这个搭配起来 能够把这个旅客 把这个物产推出去 这是我们所想推的部分 我出来 再持续再服务 把它改变 就像我敬离妈祖一样 要做就把它做得很好 所以希望呢 我有机会 我再次来服务 持续的在家长服务的话 我相信我们长青里 会把以前的精神 荣耀这个长青 再次翻转 念旧的黄熙贤 特地回到小时候 住在丛连街 租房子住的老家附近 拜票走走看看 丛连街里的土地公庙 乡亲都觉得很灵验 黄熙贤每次回来 经过时也都特地 陆内参拜 祈求乡亲平安 七堵更进步 这个土地公庙 以前就在前面的路口的一个 三叉路口还没到三分局 那我们家就是在前面的七楼 摆摊 卖阳村面 所以回来以后感触很多 这个时光过得很快 今天有机会回来七堵 回来基隆 我相信以后 从小长大到现在 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为地方 为基隆 甚至为我长大的地方 七堵区 做更多的改善 过程中刚好遇到老房东家里办丧事 黄熙贤也赶紧进去碾香慰问家属 叙旧化当年 这就是黄熙贤 爱兄爱徒 重情重意 轻打拼有能力 一如以往 勇敢向前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